野柳国小就在地质公园旁边 而最近野柳国小导览解说培训年龄层下降 就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简单的替贵宾来导览 超Q萌的演绎也融化很多贵宾们的心 万里区的野柳国小校园的位置就在地质公园旁边 因此常常有贵宾来访需要导览解说 而此时国小的学生也会尽到客人的职责 为宾客介绍地质公园与校园附近的特色历史 近来野柳国小导览解说培训年龄层下降 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简单的替贵宾来导览 而超Q萌的导览内容也融化了很多贵宾的心 工画纹 那像长长的头发 这个很漂亮吧 这是竹台石 这是冰淇淋石 这是海洋创提 这是训战人 那个野柳国小从民国87年发展海洋教育 所以我们很期待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做系统化的 幼小衔接的海洋教育课程 那不管是在地人文或者是在地质景观 或者是渔村的艺术或者是海洋的休闲 我们就让国小跟幼儿园的部分都有展现自信的一个机会 然后也透过小小解说的一个部分 训练他们就是能够自主的解说自己家乡的一个特色 另外就是能够透过解说来关怀整个大环境的一个生态 然后能够爱护自己的家乡环境 拿着号称有魔法的手指棒 对着校内的地质图像开始介绍 以小朋友理解方式 简单明了的说出地质结理与结合的差异 还有室内的课程 也教导小朋友认识万里蟹的种类还有公的母的 以及蟹龙补蟹怎么使用 透过孩子的理解带着大人们去认识他们理解过后的家乡 它是三脚褲 还有吗 它是有任务性的 那这个母的 这个大蟹 你看看看呢 这是什么蟹 花蟹 然后那是宗内的母的 我有看到它肚子的耶 花蟹了 母的给大家看 它是什么 母的 目前我们的全校小朋友都是小小解说员 那因为我们是系统性架构嘛 所以如果是幼儿园的话 他们讲的就是比较简单的地质或者是认识螃蟹 那像第一年级他们会介绍我们在地北海岸的海藻 也就是石纯石花 那到了中高年级 他们主轴就是比较深入的 在地的一个文史 还有我们比较深入的一个地质课程 一六国小让孩子通过乡土教育训练培养出孩子导览接收的能力 从幼儿园到国小六年级的学生全都不会被介绍家乡所达到 不论是Q萌版的导览还是盖瓜历史与人文的介绍以影俱全 借此也培养出孩子的稳健台风与自信心 谢谢大家欢迎礼貌常常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